我們基金會基本上我們是一個很小的一個 private owned 私人的一個基金會 過去我們長期是支持新創的 過去支持新創從教育開始做起 後來我們有一個育成的計畫 很榮幸這個育成計畫這幾年也正好碰上創業的風潮 所以也受到了很多各方的幫忙跟重視 基金會在做育成的我們一個特色 就是說我們希望支持的創業是以創新為主的 然後是要有manifull business 就是說我們希望他真正做的創業是可以影響人類生活的 過去基金會我們在做既然是以創新為主 所以我們大概看到我們在做 computing 相關的 data 相關的40% Healthcare 將近20% IoP 的也大概20%等等 過去去年我們大概服務了七四個團隊 我們的 mentor 大概有70個陸續增加中 國際的夥伴也不少陸續增加中 包括了北京的微軟 MIT 電腦跟人工智慧實驗室 都是我們的國際夥伴 我們不鼓勵新創一定要拿別人的錢 但是如果你確實需要skill up 的時候 我們去年有13個團隊大概拿了將近7億的資金 然後在 crowdfunding 方面 我們不只在國內做也在海外做 大概拿了一億九千萬 在 crowdfunding port 台灣記錄的一個小的 device 就是做 iPhone 的叫做 Bitcoinizer 6千多萬也是我們 Garage Plus 這邊的團隊 很開心 努力總是有點成果的 所以基金會的團隊被經濟部選為國內算是成績優秀的 我們可以放一下去年 去年我們跟行政院這邊特別報告說 我們認為新創團隊不應該只出現新創活動 我們應該要去跟我們的 buyer 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爭取能夠到 Computex 來 所以去年我們以 Meet the Future 預見未來 作為我們第一次爭取到 Computex 來做這個展覽 是不是把它拉出來 你看一下 那為什麼叫預見未來 Meet the Future 呢 很簡單 因為我們覺得新創 既然要有創意叫做新創的話 我們應該是在現在跟未來的橋樑之間 我們去大膽冒險 去做創業這樣子的一個大膽冒險 所以我們才會說 Meet the Future 然後到這個世貿這一邊 然後到這個電腦公會這一邊來 給我們一個不大的一個 Rules 然後我們開始試著跟所有的 buyer 來打交道 這是我們去年的展位 那我們去年邀了九個團隊來參與 總是一個新的嘗試 畢竟是首次嘛 我們也是戰戰兢兢 希望能夠有好的一個成果 所以呢 也真的是很多很多的這個單位的幫忙 成績還不錯 我們很快的看一下我們去年的成績 OK 我們直接看 PowerPoint 那去年的成績方面呢 我很快的看一下 去年大概可能是新創大家很新鮮 所以人山人海 然後長官們也都很幫忙 一起來做宣導宣傳 所以我們去年的國際買家 把我們的這個攤位擠得大爆滿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那邊佔攤位的那幾天 常常我們都被擠到攤位外面 那所有參展的這個團隊 九個團隊 他們的滿意度是非常高的 重點是他們真正的拿到訂單 從這些地方拿到訂單 拿到合作的夥伴 甚至新創的產品被別人嫌 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直接跟客戶做接觸 今年 今年呢 我們就把目標轉移成國際的 我們把國際引來台灣 因為台灣是一個創業指導 那我們今年的主題呢 就叫做 Startup Info to Make a Difference 來台灣創業 可以給你增加不一樣的機會 台灣創業有什麼好 台灣創業 當然我們除了Rainting 在這個區域是No.1以外 台灣的IP Protection 台灣的Regulatory 相對的是透明的 而且台灣呢 我們馬上就開放了 創業家的Visa 那另外呢 我們的多元文化 而且呢 台北市呢 是全世界呢 數一數二 最安全的城市 這是國際上的屏蔽 然後我們的生活的這個 趣味性高 但是呢 生活的成本呢 創業的成本相對又低 更何況 我們的Supply Chain 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絕對你可以Access到任何產業的Supply Chain 非常的完整 那在ICT上面 我們的Supply Chain 也是全球的Key Players 那更何況呢 各位在座的各位都一樣 台灣的教育程度 教育水準以及敬業 這也是全球排行Top5 或Top6的 這些呢 都讓創業呢 變成就是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去年我們自己 小基金會小試了一下 我們請了五個團隊 國際團隊來 五中三 我知道今天Fred也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Lucy Kemp 今年也會回來參展 這兩個今年都會回來參展 那Tibault呢 也回來台灣這一邊呢 然後跟我們的這個Supply Chain 一起呢 把他的產品開發出來 所以很開心 那這些呢 不是我們自己在說 是國際來證明台灣真的是一個創業的好地方 好 今天我們的展位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基本上呢 創業之島嘛 所以我們是做成一個島型 那每一個 我們有15個團隊 每一個展位呢 都是台灣的一個美麗風光 所以我們讓國際的買家來 看到我們有科技 我們有文化 我們有風光 我們今年呢 向國際招收團隊 只有大概花了大概30天的時間 因為有點趕 那可是我們收到 將近就是20個國家 58個團隊的申請 有些國家很特別喔 你可以看到 Argentina Bengardash Tunesia 等等 Dubai 是非常非常特別的國家 都來了 那當然最後呢 我們選的Team呢 是15個團隊 我們最後選的15個團隊 那這個團隊的名稱呢 待會我會提供 每一個團隊呢 讓大家看 其實現在最夯的都有了 機器人 那這個給孕婦專門用的 量孩子的 心音的 那這個是環保的 空氣監測的 這個是環保 家裡的能源管理 兼這個教育的 都在這個裡面 好 最後呢 我想 我放一段小小的影片 因為我想在座媒體 可能有一些 還有去貨我們基金會的一個小空間 那我們這個影片是一個one shot 就是從入門到結束 一個小小的影片 歡迎大家呢 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到我們那個地方呢 去給我們指教 那這就是一個很小的一個浴城空間 這個浴城空間是國內三十幾家企業 大家共同捐助的 就是一個蓋廟的概念 就是我們的冷氣也是捐的 電視也是捐的 一磚一瓦都是捐的 那大家把這個整個地方一起弄起來 所以在考的時候 你可能看到一些企業的名字 跑出來 因為就是大家一點一點把它捐出來的 那目前呢 在這裡面呢 已經有14個國際團隊 我們希望今年呢 我們能夠挑戰三分之一的團隊 就是30%都是來自於國際團隊 國際團隊來台灣的意義是在於呢 一起跟台灣的新創團隊 或是產業界 我們partner在一起 然後一起找商機 一起邁向國際 很小的一個空間 好 那今天呢 我有特別邀請我們一個法國的團隊 來現場 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 這個法國團隊 那這個法國團隊 它是去年我們在做 就是說 台灣是個創業的好地方 我們去找的五個團隊之一 那它專門去做一些腦神經方面的 那它叫Tibo 那它的產品 剛剛呢 4月16號上Kiss Carter 然後非常的成功 已經超過這個 它想要的數字的兩倍以上 而且才 4月16號 才幾天 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請大家也一起幫幫忙 能夠幫我們多上去支持這個團隊 那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